大家好,我是老韩 今天这个视频咱们来给大家聊点新的东西 之前的视频中咱们给大家讲过 关于自媒体内容创作各个方面的话题 但是这些话题都不太系统 那么接下来的视频当中 我会尽量的把一些基础的问题给大家调理化 然后争取通过那么十几期的视频 来给大家把自媒体创作 每个流程当中遇到的比较多的一些问题给串联下来 那么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先来讲一个 最近有一个粉丝问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么这个粉丝其实他是看了我很多期其他视频的 那么看了这个视频之后 他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当然对于这个的问题 相信很多人也有同样的疑问 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做自媒体的关键问题是非常集中的 比如今天这个就是涉及到了文案的问题 对于很多人来说 其实是非常不愿意去自己创作文案的 自己不想写文案 或者是说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写不出来 那么咱们视频当中一直给大家坚持的观点就是 要做原创内容 那么原创内容的前提 或者它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基础 就是文案 除了文案之外 另一个比较关键的因素就是视频画面 这个视频画面有两种形式 一个是真人出镜 面对镜头去进行拍摄 另外一个就是视频剪辑 这是两种形式 这两种形式都是可以做的 有的人觉得说 是不是现在自媒体必须得真人出镜 这个不是 如果说你不愿意真人出镜也没有关系 可以到网上去利用其他的一些视频素材 然后进行剪辑创作视频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另外的一个基础就是文案的问题 这个是不能忽略的 很多人说我写不来文案 是不是就不可以了呢 是不是用其他的一些方法就可以呢 这里先告诉大家答案 这个是不可以的 文案的话是一定要自己进行原创的 那么另外相对比的 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领域 比如说一些实景解说类的 一些搞笑领域的 他们都是不需要文案的 但是有一些前提就是 你得做到自然配音 自然解说的这种情况下 比写文案的效果还好 所以说他的要求 其实不是低了 而是更高了 另外呢 往这个方向上还有一种类型 就是做混检 做串场的盘点类的这种内容 那么这种内容的话 一般对文案的要求都比较低 这种盘点类的解说类的 串场类的这种内容 比如说串场音乐视频的制作 像这种类型的内容呢 对文案的要求比较低 但是这种内容的质量 在目前来讲 平台去判定的话是比较低的 所以说它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以前呢 我们讲过这个内容质量的问题 内容质量到后期啊 如果说随着平台发展的越来越好了 那么对内容质量的要求呢 就会越来越高 如果说你的这个内容质量 达不到平台的要求 那么很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就是以前的那些老账号 几百万粉丝 他们出现的这种情况 一个是限流 流量基本上是大打折扣 从每天几十万的播放量 到每天不到一万的播放量 那么另外就是单价的下降 从每天呢 可能上百块钱的单价 变成了每天一到十块钱 这样的单价 可以说是一夜之间 基本上这个账号就废了 不能往后做了 因为收益特别低 从当初的每天两三千块钱 到后期一夜之间 每天呢可能只有个一百块钱 而且呢还在逐渐的下降 这个过程不是危言耸听 这是真实出现过的情况 而且呢不止一个账号 是大批量的阶段性的 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个现象啊 以前的视频中也给大家说过 其实就是内容质量的问题 只要你的内容质量不高的情况下 它就会存在这种风险 当然咱们不是说非常确定的 以后你可能呢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只是说它是有这样的风险存在的 所以说啊 为了大家能够长期做下去 能够长期的靠这个行业来赚点钱 所以呢我的建议是 打一开始呢 咱们就尽量的规避这些风险 因此呢我不会给你去讲 任何的关于什么混检类的 搬运类的内容 那些东西真的做不了 朋友们你要知道 我做这一期视频呢 不是说今天明天 让你看一两天 看一两个月就完了 视频推荐周期呢 是很长的 这个视频呢 可能拿出来到明年 再过两三年 三五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还会有人看到 所以呢我要讲的这些东西啊 要对大家负责 如果说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 纪录片解说 这种东西 确实在前段时间流量很高 很火 或者是现在平台当中 也有一些题材流量很火爆 那么这些东西拿出来 当时你去做了 可能呢能赚到一两千 可能在某个阶段内 你的收益会比较高 但是问题呢会更多 我们本身来讲 做自媒体 也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如果说你能做这几方面的内容的话 像这种短期内能够快速的增长流量 快速的获得收益的走平台 没有发现漏洞的这样的内容 你去做这样的形式 那么基本上你具备了这样能力的人 一般来讲 做真正的优质内容也是绰绰有余的 所以说呢 我在这儿呢给大家的建议 可能你现在听起来不觉得有什么 甚至有的人说了 你讲的不就是做个原创 你可能听了这个视频 甚至听了我很多视频之后 还是有这样的想法 还是对其他方面的一些技巧类的创作方式 非常感兴趣 但是真的过了两三年之后 我相信你回过头来 还是会认可我说的这些话的 因为我的出发点呢 不是为了害你 我的出发点呢 是希望大家做自媒体 做最长久的打算 自媒体真的不是没有机会 这个机会呢 现在就摆在大家眼前 只是有人这样苦口婆心 一遍一遍的告诉他的时候呢 他还是听不进去 那么今天遇到的这个例子 其实非常的典型 就是他自己不想写文案 然后呢 想要去复制别人的文案 然后利用咱们手机端 简映这个软件 把文案粘贴到里边 一键成片 就是你只需要点一下 自动的就会给你做成一个视频 那么这个视频 基本上里边的画面 大多数都是图片的形式 然后图片轮播 这样的形式做了一个视频 那么这种视频 不要说三个小时 制作十几个 几十个视频 可能有的人呢 操作快的 手机反应快的 制作的更多 那么像这样的内容放到平台上 它的质量是很低的 但是内容质量低啊 不代表就不能赚钱 有的内容呢 有的视频 它的质量很低 但是它切合到了流量的脉搏 有一些话题 用户的互动度是非常高的 涉及到了一些社会痛点问题 这些话题的话 用户的讨论度都非常高 平台不给推荐量的同时 用户反馈的数据非常好 那么这个推荐机制 在没有发现违规的情况下 就会不得不给你很多的流量 这个就是爆款产生的来源 那么像这样的内容呢 它是靠数量去拼运气 然后呢 出现爆款去增加收益的 即使它的单价不高 它也可以靠爆款来赚钱 这个思路是没问题的 但是这个思路是适用于什么的呢 不是我们个人创作者的 是适用于那些真正的 搞搬运的团队去做的 人家可能一个人一天运营 50 100个账号 那么这些账号当中 只要有那么一两个账号出爆款 那么这一天的收益也非常高了 所以说现在大家再来看 对于个人来讲 你去做搬运真的还可行吗 实话告诉大家 真的不可行 不是说搬运不能做了 是个人做搬运做不了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但是很多人他理解不了 如果说个人去做搬运的话 只要你坚持的时间够长 你也能挣到一部分钱 这个钱不多 一个账号一个月 撑死了一两千块钱 这是最好的运气情况下 你可能赚到这个钱 因为还有封号的风险 但是现在出问题出的更多 搬运的时候出现的问题更多 他需要你规避骗台审核 这个是一个非常技巧性的东西 而且时效性有限 另外就是数量的问题 数量一旦增加了 那你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就增加了 这是大家要考虑的 所以说这种形式 我们从一开始就给大家说的非常明白了 不要搞这些投机取巧的东西 如果说你还是听不进去的话 那我希望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真的做了三五个月之后 你大概就明白我这个视频 到底是有多么的用心良苦了 好了 今天的这个大家聊到这 给大家的点赞公众 晚安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